大家好,我是霍霍,今天用面粉和黑芝麻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在大碗里倒入200克的面粉 倒入20克的黑芝麻 放入两克食用盐增加筋性 倒入120毫升的温水和面,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棉絮状,下上揉成面团 揉成光滑软硬实中的面团 不需要饧面 包到案板上,直接搓成长条 下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把每个小剂子揉圆 这样就行了 准备一个盘子,里面刷上一层食用油 把小剂子放入里面 表面也刷上一层食用油,锁住水分 盖上保鲜膜,饧发20分钟 这个已经饧好了 把多余的油倒在案板上 取五个小剂子,用手按扁 把它们螺在一起 用手从中间往外给它按压一下 正反面都要按压一下 最后用擀面杖擀薄 正反面都要擀的 最后擀成这样就行了 电面称提前预热 不用刷油 开大火 把饼皮放入里面 盖上盖子 烙一分钟 时间到,翻个面 这一张呢 已经烙至微黄了 把表面上这一张给它揭下来 看一下 再次给它翻个面 看一下 直到最后一张 看一下我们的芝麻小饼 非常的筋道又柔软 直接吃或者是卷菜都是非常的好 吃的时候可以上面挤上一点番茄酱 放上一点生菜 来一颗鸡蛋 再来一根火腿肠 把它卷起来 一道非常简单 有好吃的早餐就做好了 这样的做 营养又美味 做法还非常的简单 做一次 七天不用早起 喜欢的朋友们就试一下吧 喜欢会不会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